下一位黃毓民議員 謝謝主席 我們有些議員動議終止議程文件 這些辯論最好 你們哪有機會說話 平時好像吃瓦瓦藥 甚麼都是政府對的 最好快速大家投票通過行禮疑問兩個問題 你們就是這樣做 市民會看到 你不要經常說不要投票給他們 這些不是為香港利益 大哥你是輸打贏要 甚麼叫騎劫 那兩個小組委員會 你騎劫不了 你一直都在騎劫 這次是不幸運 現在多少個市務委員會被騎劫 整個立法會大會是否被騎劫 說話 政府放我的屁都是香的 現在是有些反對派 為反對而反對 這個當然了 難道為贊成而反對 他就說了九十多次 這是權力的制衡 英文叫做check and balance 不識字嗎 反對派就是做這些事 你做甚麼 你才不會作惡多端 限制政府的權力 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內 可以限制政府的權力 我就限制政府的權力 我說甚麼?這裡有共產黨 黃國卿 我不知道你是否陳婉蘭 多數都是 譚耀宗一定是 是嗎? 共產黨的創辦人 陳獨秀 做過總書記 他晚年 即是八十年前 他晚年的悔悦是甚麼 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就是 民主要有反對的自由 這個權力一定要受到弱制 簡單的道理 但都是常識來的 為甚麼要一人一票選特首? 因為他會受到弱制 權力會受到制衡 因為有任期 有選舉的壓力 有些人經常說 泛民議員為了選票 你不是為選票嗎? 你也是為你那些支持者選票 你做給他看 但政府是有權力的 我們是沒有權力的 我們當然是要制衡他的權力 這就是制衡他權力的方法之一 你便天天罵拉布 你吹嗎?繼續拉 那怎麼辦呢? 你也可以拉的 家家有求 有朝一日 香港有成熟的政黨政治 你們那群建制派可以支持人出來 選特首 然後有個政黨的 你做執政黨 就天天都會被在野黨崩壞你 很簡單 反過來一樣 像台灣那樣的政黨輪體 為何不可以做這些事 為何不可以搞這些動議 搞了動議 大家可以辯論 看看水平有多低 像瘋雞一樣 乳無倫次 不要對號入座 不是說你是蔣麗芸 說完